大家好 欢迎关注胡侃汽车 我是老胡 我们的视频播出以后 有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 留下了很多跟汽车有关的问题 那么在这儿呢 老胡做一一解答 胡总 人生第一辆车 对军威精英版有异想 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 您可以做一期视频讲解一下吗 谢谢 好的 那个比克军威啊 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车 这个车严格意义上讲呢 它是B级车卖了A级车的价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你说的这种型号 就是精英版执导价是188,800 现在各地啊 都有4到5万不等的这个优惠 14万左右 买一款1.5T 9AT的车呢 真的挺靠谱 我们摆弄车也20多年了 就是现在的新款别克车呢 跟以前的老别克真的不一样了 首先动力总成 这个1.5T的2.0T的发动机 紧跟时代的步伐 它的2.0T的机器 还有这个可变钢技术 9AT的变速箱 这个整个动力总成 科技含量挺高 而且比较靠谱 内饰外干 颜值也都很高 尤其内饰 以前咱们觉得别克就是老大 傻大黑粗 现在做工相当精细 虽然保值率照日德系比呢 还有点差距 但是 胜在价格 真的便宜 而且你要是长期持有 没有任何问题 喜欢就可以出手 别忘了 讲价 你好 胡侃老师 沈阳地区推荐一款驾用车 外部平时不跑长途 省心 省油15以下落地的 不在室内 郊区用 跑得少 叫车SUV都可以 谢谢 好 您这个预算呢 想买一辆在郊区用的车 上下班用 老胡的推荐就是 本田的XRV 或者是宾质吧 为什么呢 SUV在成交接户部 走一些非铺装路面 上下马路崖子 真的很方便 这个车呢 1.5CVT的品质稳定 油耗不高 最主要的是 非常省心 它基本不坏 而且维修保养成本 不是很高 自吸的发动机 最主要 保质率超好 口碑相当不错 希望我的回答 能帮到你 胡书00后 想买台21款2.0T 麦瑞宝XL推荐吗 不在乎保质率 想听听你的意见 年轻人 喜欢车的颜值 麦瑞宝XL 实际和别克军威 底盘发动机 基本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 麦瑞宝XL的尺寸 比这个军威 略大一些 雪佛兰的车 也挺靠谱 现在价格也有优惠 我真的建议您 和这个军威 1.5T的比较一下 它铜排量的车 比较一下 谁的优惠力度大 你就买谁 实际空间 稍小那么一点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总体来说 别克军威和许帕兰 麦瑞宝 都是B机车 卖A加级的价格 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保值率 确实跟日德系相比 有点差距 如果您喜欢 可以出手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 头条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